似乎就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存在在这个鱼缸里面就流走了 然后在石斑呢 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啊 真的会轻散 身形巨大的他会让小鱼 甚至连垂头鲨都不敢靠近 但现在垂头鲨 似乎还没有要去用下一口肉条的星星 在千岁人身旁转一个大湖圈之后 直接流走了 我们有发现垂头鲨大红鱼 石斑鱼离开之后千岁人身旁才有小 那鱼鱼呢 对于身形巨大的生物 还是会感到有点点恐惧的 那这一群鱼 现在在潜水人身旁 好不容易找到时间可以